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檢台 繼續問答環節 新的嘉賓是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司智先生 郭Sir你好 歡迎各位觀眾繼續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電話號碼204-6566 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group.com.hk 先跟進市況 恆指現在升47點 23,767點 國企指數升22點 13,230點 成家暫時有321億 其指是升124點 23,604點 低水162點 成家有43,000多張 再看來內地方面 半日市也收了 上陣指數日中高位見過2,917點 單位都跌穿過2,980點 見過2,890點 收市這刻都是靠近高位收市 升5點 2,916點 而滬深300指數升2點 3,195點 而深圳城市升18點 12,331點 郭Sir 不如先聽家庭觀眾王先生的電話 喂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279民豐控股 3號碼子 這麼想買 現在跌了這麼多 我想問這間公司的前景是怎樣 甚至可以再持有 好啊 3號碼子 現在2號5,5 今天又再跌至近2% 郭Sir 其實民豐怎麼看呢 最緊要是剛剛公布 就是他企圖把民豐那些業務轉型 但失敗了 包括廖創英家族 大股東 一些相關的股份資產 是租進去的 當時公布了 279民豐 大概以5億3百萬 收購相關的資產 但家族其他成員反對 到最後可能太多的反對聲音了 不能夠順利完成這單 建議收購的項目 亦有提出 以4億2千5百萬 買回來 即是15%的虧虧 5億3萬回來 4億2萬買出去 多多少少 即是說 企業本身這個收購是輸錢的 但這個問題就不在這裏 而是市場早前來說 因為有一單收購 大家對它有一個憧憬 到底你是不是買完之後 廖創興銀行的股份 或者以後的去向 是不是你文豐 或者參與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呢 那會不會有其他金融的項目 你又會用同樣的手法 進行一些買和賣 或者重組呢 這些等等等等 就令到文豐的股價 曾經一度升到四條幾指 事實上市場 一般來說都傾向於一些 投機性的 尤其是有一個憧憬在前景的話 買盤一定是很進取的 但直至到現在來說 這個相關的建議 其實就是被反對 被否決 變成這是一些少少的負面 大家認為 現在暫時來說 如果這單交易是要被否決 熱幕的前景 很可能就不太明顯了 到底你走哪一飯 你怎樣做法 大家都不知道 既然是這樣的話 股價走勢當然是反覆大緣 更關鍵的就是 股價今天暫時來說 是剛剛在一年來的低位 兩毫半和兩毫五千半 如果用我的角度來說 兩毫半指這個技術上的支持 就是不容有失 我用不容有失來形容 因為一旦兩毫半一失守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令到最近兩毫六 兩毫六千半 兩毫七、兩毫七千半 買的那些人是會慌的 他們是會害怕的 進行一個指示 或者一些不太理性的拋售 第一 購買的那個協議已經被否決了 第二 技術上的低位亦都失守了 兩種衝擊一格買出來的時間 股價的走勢的確比較令人擔心 那三毫四指買其實應該很早前的了 或者這樣說 不要做少少風險管理 就比較可惜少少 不過來到現在這一刻 兩毫半、兩毫五千半 仍然都還在看兩毫半的支持 一旦失守 很可能真的會三、兩個先的反覆 這個是你要有心理準備 一世價股從來都是會這樣的 希望你不是拿太多 如果資金不是太多的話 你不想出 暫時來說你想放在這裏 希望這件事件有突破性的發展 那不要緊 但就無謂再加注了 因為始終來講 發展前景不太明朗的時間 就沒有什麼故事 可以暫時來講 會帶來刺激的效應 只能夠磁形保態拿著舊貨 如果拿得多的話 其實方法可能只有一個 就是輕輕減榜 真的沒有其他方法 黃先生好嗎 或者其實這間公司 因為我看過往的業績 都好像不太好 經常都貼錢 是啊 其實業務前 過往的業務 真的沒有太大驚喜 一些金融相關的投資 亦都有虧損 事實上來說 大家反而不是看過往的業務 而是憧憬他 尿市家族 若干股份 可以讓這間公司買下來 大家就有很多幻想 以後會創新的發展 是否由這隻股份去把持 或者說 有否其他金融方面的拼購活動 當市場會去估計的時間 大家都想得比較正面 所以股價是受到資金去追捧 到現在來說 那些所謂的憧憬暫時沒有了 過去業績就不用看了 過去業績真的佛善觸塵 是不好的 如果你看過去的業績 用過去的成績表 來看現在的投資價值 你會發覺根本上是沒有任何的憧憬 但大家買去不是買過去業績 是買前景 但現在前景又受到障礙 所以令到這一分鐘 最關鍵的 說回來 都要看兩毫半支你的支持 是不容有失 如果拿得少 持營保態 我沒有意見 因為世價股現在這一股不走 市始終是每一步向前走 或者又有其他投資項目 日後會有再發展 但如果拿得多的話 就考慮自己承擔風險的能力 如果真的拿到拿不住 資金投放太多的話 其實適量的減榜 或者略為減榜 始終是最後一個方法 好 多謝黃先生的電話 郭Sir要繼續回答 家裡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張先生 發電郵來問 307 優派能源發展 他自己是一毫三仙八入 他問現在跌到一毫二仙八 即是跌了一仙下來 應該放了他 一定有多一會 他說 接下來看到他將會二十合一 會否引發到新一輪的跌幅 唉 世價股一去到合 就真的很頭痛 二十合一已經很有良心 我見過二百合一 真的很可憐 但無論如何都好 你看回優派能源 是否說能源相關的一些業務 多多少少會是其中一個賣點 以及獲得內地的顧問 為到旗下三個煤鋼 提出一些諮詢服務 即是說 集團暫時來說 是傾向於在煤炭 開採相關的業務進行一個投資 前景老實說 如果真是成功轉型 或者真是滲滅到資源相關的板塊 我們的確是可以提高一線 二十合一 若果一毫二千七 大概是兩個多銀錢 你若持得少 就沒有相關 我覺得 只要它的業務真的可以轉型 而且成功轉型 應該有些憧憬有些驚喜 由高台下來 其實幅度多不多 如果我自己覺得 如果不是真的 介意短期的反覆 很可能暫時要先等等 不過 看回現在的走勢 我覺得其實上來說 應該可以暫時斷定下來 因為事實上整個月份 我放大這圖給大家看看 由高台 我不要理會了 三部幾支 我不要說了 近期在豪四、豪二 其實上來都是一兩個線 需不需要太擔心 我看就未必了 因為你看回很早前很早前 應該是去年 六、七月 你都是一號多指 換句話來說 這個平台 相對支持 防守性 是比較強的 當然一個先或者幾格 的風險 我就不敢說 但你既然一號三千多 下來 暫時來說 都不是太多的話 我想暫時可以先等等 不過我要說說 一號二千六 是一個星期來的低位 如果跌穿了 技術上可能會試一試 一號一 都不頂的 一個先的上落 你捱不捱到呢 捱到等等 先等等 初步的阻力 就是一號四千一 我想真的要等到 合完之後 熱霧真是落實了 發展也都明確了 才有第二個故事 這一分鐘暫時來說 都是菜前的熱身 始終買一些世界股 就風險高一點 有風險的 郭Sir 我們都要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就有上半週 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歡迎各位觀眾 把機會打電話 和傳電郵給我們 電話號碼 204-6566 或者電郵 ASK at BSgroup.com.hk 看看恆子現在表現 升近73點 23794點 而國企指數 升近40點 13249點 成交有337億 期指低水160點 23637點 升近148點 一會兒